一年内不发生全国大停电 部长有做这样的承诺吗 本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责任 一定要做到了 那3月3号的这个无预警的一个大停电 造成了这个工业生产的损失 可以说高达上百亿 请问苏院长看到这份报告了吗 我首先还是在一次的 对国内同胞因遭受突然的停电不变 政府表示歉意 那我也深深的认为不应该这样 那昨天报告已经入期送来 那部长也特别当面来报告 那这个报告里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是第一线在处理 发生了很大的这个缺失 不该发生这种事物 而且连串的失误才会使得 整个南部大停电 那这个我昨天也已经跟部长当面 准台电的董事长总经理辞职 那以事负责 这个报告只是个调查起头 我也要求进一步要做很多相关的工作 也特别请王部长 对台电过往的这些操作面 管理面以及电网怎么加强任性面 半年内要就相关所有应该有的这些措施 都做出来 请部长 督管 台电公司能够立刻找所进行 甚至于请国内外的专家来帮我们盘整 来帮我们更进一步怎么样做更好 那政府应该要支持的 给他的增加任力 应该要给他的物力资源 政府愿意全力来支持 一年内不发生全国大停电 部长有做这样的承诺吗 本来我们就不应该这样发生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这个确实是我们一定要做到的责任 一定要做到的 那部长你有什么凭什么 或是有什么信心可以说可以承诺 因为从这一次的看起来的 当然第一个点就是这个人为的这样的一个严重的错误 造成的影响 那第二个是电网上面的一个保护机制 没有发生的动作 那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就启动 针对这样的一个场内的保护机制 跟场网之间的这个保护机制呢 是不是能够确实可以阻断 那阻断就可以让即使是单一电厂的事故呢 不要波及到其他这么多的电厂 那这个确实我们现在就已经开始启动在做检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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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 谈阅 转发 打赏